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拼读规则第二节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将会学到这样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特殊字符 OK,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法语的字母上面呢 出现一些像中文的1234声调一样的小标号 那么这些标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一节就会涉及 然后呢我们会讲到单个字母的发音 那么单个字母在单词中的发音我们已经讲了一部分了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把剩下的所有部分都讲完 然后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这一节当中啊 就是字母组合的发音了 OK,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拼读规则第二节 一起来吧,随便摸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特殊字符 好,大家会发现哦在法语当中 有一些字符的上面就会有一些小标号 那么这些标号呢有同学就会问说 Ella,是不是这些标号的意思呢都是跟发音有关 OK,好,这是我们学中文的一个惯性的思维 对吧,说这样的会不会是四声 这样的会不会是二声 那实际上呢这些标号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它跟发音是没有关系的 它跟意义是有关系的 OK,那你会问我说 老师那什么时候要加什么时候不加 单词中本身有这个标号 你就写的时候必须加上去 那如果没有这个标号 你就不用考虑去加它 因为加不加是单词本身说了算 它跟意思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只有极个别的是跟发音有关系的 好,下面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 首先第一个字母A OK,请你告诉我字母A在单词中发什么音 你还记得吗 非常好 还记得前面的五个原音字母叫AEEOU 所以字母A在单词当中就发A的音 OK 好,既然字母A都发A的音 我们又讲到了 特殊字符和发音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 无论A上面带什么样的字符 它都发A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几个 跟A相关的小例词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首先呢看这个A极其变形 所谓的变形就是A上面带有各种各样的 小的音符的情况 都发A 它的发音是不变的 好,所以第一个没有标号的 叫做L,A,L 好,下面一个带了一个accent 好,依然还是L,A,L 发音不变 好,还记得吗 我们老师说过了 就是带我标号的跟发音没有关系 跟意义有关系 所以呢 第一个不带标号的意思是一个定管词 它是音信名词的那个这个意思 第二个呢 加上标号的 这就变成了副词叫做那里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单词本身带着标号 你把它写上去就OK了 好,下面一个 那A在结尾不发音去掉它 A是永远不发音去掉它 所以只剩了一个A和一个D 直接发音叫做A 非常好 好,大致的意思呢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大家照着这个词都往下来就OK了 好,下面第二个行呢 是A字母A 上面带有各种各样的小帽子 是吧 各种不同的小发型 好,发型还比较多 那你看到第一个呢 是往左撇的 然后后面几个呢都不同 好 其实呢你不需要这样去记它 说 A上面只有两个音符 那么A上面呢会有四种音符 这四种音符分别是什么 没有必要这样去记 你只需要按照我们老师给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你就会记得特别的清楚 就是凡是往左 上面有一个小帽子 往左撇的 这种情况发A这个音 A OK 好,剩下所有的情况 你都没有必要去记什么情况 你就记得 除了往左撇的发A 剩下所有的小发型 都应该发A这个音 大口的A和小口的A OK,记住了吗 这个发A 剩下所有的情况都发A 好,我们来试验一下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小例子 好,大家会发现 这里给你一个A上面的标号呢 是往左撇的 所以呢 第一个应该发的是A这个音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叫做 好,再往下来 这个叫做 非常好 好,来看一下 下面 除了往左撇的剩下的所有的小发型 都应该读做A这个音 所以呢 来,O在结尾不发音 盖住它 所以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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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好,来这个 E在结尾不发音 所以读说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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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非常好 下面一个 L在结尾发不发音 它是辅音 要想辅音在结尾发不发音 默念长发丽人 对不对 好这个是L要发音 所以叫做Noel Noel 非常好 还记得法语的中音在最后一个音节 那么有两个原因的时候 最后一个原因 音要往下呈一下 Noel 好非常好 这就是圣诞节的意思 OK来再跟我老师 再确定一下这几个小词的发音 我们来练习一下 第一个 发A小口 好剩下其他的发 A大口 第一个 好非常好 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说完了 这就是E相应的发音 第一个发A 剩下的其他三个发作A 好继续 E跟A的规则一样了 就是E极其变形都发E的音 所以无论它上面怎么变都发E 好下面是O O极其变形都发O 好C下面呢有一个小尾巴 应该发的是C OK好C下面加一个软音符 永远都发C的音没有任何的变化 C下面呢是U U字母 有U极其变形都发U 好这样你就搞定了 基本上第一栏发的是A极其变形发A O呢稍微复杂一点 如果标号往左撇的话 发的是A 剩下所有的情况发A 好 E极其变形发E 字母O极其变形发O C下面加软音符一个小尾巴 发作S U极其变形都发作U OK好相信你已经掌握了 我们来试一下啊 来给大家几个小单词 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C下面加一个软音符 永远读作S 所以连起来这个句子 也就是你好吗 叫做S A SA V A VA 你还记得我们在对话里面说过啊 S A S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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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下面一个 OK 好 这个词是法国人的意思 我们首先确定结尾这个S要不要发音 结尾的辅音默念长发丽人 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不发音 连起来 F H 还记得吗 A N呢发的是On的音 Franc 非常好 A E读的是A的音 还记得 Je t'aime 我爱你吗 里面A1发的就是A 连起来就是Franc Franc OK 我尽管不知道你现在在屏幕前发的是什么样的音 但是我大概能猜到有一部分同学会比较困难的 并不是C下面加尾巴发S这个音 而是前面的小舌音 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别扭 Franc Franc 那这个音呢需要你充分震动小舌 小舌的擦音是需要你去不断的找这个感觉的 F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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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rès bien 好 F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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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紧张的 好 sure sure 它表示在什么上面 那你看一下 下面这个ok sure的上面加了一个小帽子 好 依然发音不变 还读sure 但是意思发生变化了 它的意思是 I'm sure 非常确定的 re suis sure ok 好 表示确定的意思 那其实看了这两个单词呢 你就需要跟 就是两个陌生的词一样 把它单独记起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的联系 那么这个小标号 什么时候加 什么时候不加 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是这个单词本身的 一个固定的包含成分 就像一个字母一样 好 下面两个 欧语的发音呢 永远发作 u u 你还记得你学过 bonjour 里面是不是 sure 欧语的发音 u这个音 就是由这个字母组合来的 好 欧语发作 u 代标号也发 u 不代标号还发 u ok 好 第一个呢 表示的意思是哪里 第二个意思呢 是或者 所以是跟意义相关的 好 我们再来练习一个 跟 o的发音 跟o相关的 o机器变形 都发o 好 第一个呢 叫做 do do 第二个呢 叫做 p lü do 对不对 这个是 i的发音 pluto pluto do pluto ok 特别 好 再往下来 下面一个呢 是e 机器变形 e机器变形 都发e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大家注意哦 这个词呢 叫做 s 在结尾 本来是不发音的 但是它是有一个 小小的 这个特殊 那么在 在这个单词里面 s要发音 ok 其次 再跟大家说一个 要注意的地方 你会发现 这个e呢 上面有两个点 对不对 这两个点是你需要特殊记忆的 叫做分音符 凡是一个字母上面带有两个点 叫做分音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个字母上面带有两个点呢 一个就是 e上面 一个就是 e上面 带有分音符 读作 对不对 好 凡是有两个小点 像两个小眼睛这样的呢 你就要把它单独读 不可以跟任何的字母 构成字母组合来读 所以 大家会发现 哎 只有分音符 那 e呢 就不可以跟a放在一起 构成字母组合 a e 发作 e 不行 所以呢 要分开 叫做 m a ma e 这样子 ma e ma e ok mae 就是玉米的意思了 好 下面一个呢 尔子结尾不发音 去掉它 所以 dee dee ne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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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ok 这个是 e的变形 以及发音 好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变形和发音呢 都给大家取了相应的例词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些带有标号的字母分别是怎么发音的 好 首先第一栏永远 a及其变形读作 a 好 第二栏 上面如果带有一个向左撇的小音符 读作 a 剩下所有的情况读作 a 好 i及其变形读作 i o及其变形是 o c下面加软音符 s 好 y上面的所有情况都叫作 y ok 这边又有一个分音符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特殊字符呢就说完了 大家掌握得怎么样呢 ok 我们接着往下来啊 好 下面呢给大家几个小例词 来练习一下你的特殊音符是否掌握得非常好 好 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的场景了 好 这边呢是妈妈 好 这边是爸爸 中间呢是孩子 那现在利用你已经掌握的拼读规则 你已经可以独立来朗读和拼读这些单词了 来自己读读试试 啊 将会很有成就感 首先我们来看妈妈这个词 ok r在结尾是不发音的盖住它 那么中间这个字母r的上面有了一个小小的accent 有一个小标号 我们讲过除了网组铁的发a 其他身上的所有情况都发a 所以呢 这个词读作mmr小舌音 连起来 mr mr 非常好 très bien mr 就是母亲 mama ok 好 再看爸爸应该怎么读呢 而在结尾不发音 中间这个依然读a的音 注意亲父遇遇到原音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稍微濁化一点 对不对 p要濁化一点 变成p 所以连起来就是p p 非常好 好 中间这个孩子 好 en和an的 发音呢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他们都发en的音 好 对在结尾不发音 所以连起来就是enfant enfant 非常好 来 跟我来一遍 mr mr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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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fant enfant très bien 好 继续往下音一个 好 来请自己朗读出来 这个耳熟能详的品牌 是不是 欧莱雅 好 那你会发现中间呢 上面有一个小标号 你先确定一下它的发音 读错 e 非常好 e 点口的 连起来就是 l'o' lo' he' he' are al 很好 好 加一点中音 l'oreal l'oreal 很好 欧莱雅 l'oreal l'oreal 快秒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上非常美丽 非常著名的这条街道叫做香榭丽硕大道 好 看一下香榭应该用法语如何来说 好 首先 大家会看到这个单词当中出现了 带有刚才像l'oreal里面那个a一样的 这个字符上面有一个aa 对不对 好 那么在大家朗读这个词之前呢 我们先排出一些小困难 好 第一个呢 首先os 在一个多音节的字母的这个单词的结尾是永远不发音的 好 记住啊 os在多音节的单词的结尾是不发音的 可以直接把它去掉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a 这有一个a 好 没有问题 然后我再来提一个问题啊 中间这个一个还可希腊1 你还记得吗 它的发音永远等于哪个词 永远等于真正的那个1 是不是 所以呢 它的音就是1了 那么连起来就是a 是吧 是吧 好 下面一个呢 好 这个还是a 那么就剩了中间 这个s应该怎么发音 好 大家注意s是不是本来应该读s是不是 但是呢 它在两个原音字母中间 这是一个原音字母叫e 这是一个原音字母叫a 在两个原音字母中间被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发音也是需要着化的 它应该读成z的音 所以连起来呢 所以连起来呢 就变成了a 利 自 非常好 a 利 自本身的意思表示极乐的 ok 它同时呢 也是法国的总统府 爱丽舍 公 爱丽舍 这个词的原型 叫做a 利 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个词 应该怎么发音 ok 好 cr是我们讲过 永远不读s在法语中 因为法语中没有吃这个音 看到s就是s ok 剩下呢 rm呢 大家注意 m其实就是一个鼻音 所以呢 r跟m放在一起 要把r的口音不变通鼻音 变成了汉语拼音当中的那个 on 所以连起来呢 它的音标是这样写的 叫on 你也可以在旁边 如果你觉得不想记音标 那你可以记一个汉语p on 没有问题啊 保证你会读就可以了 所以连起来是上 上 非常好 ok b呢 是辅音在结尾部 发音 然后s呢 要连读 s连读读成 自 大家注意啊 都是规律啊 s连读 永远读自的音 ok 连起来就是 上 z 利 z 好 那你来 再来一遍 是on 上 z a z le i liz z a z voila shan z liz z shan z liz 好 这就是 这个 乡街的一个法语的表达形式 好 大家会发现前面的上呢 它的意思是田野土地 后面的 aliz 表示极乐的 连起来就是乐土的意思 shan z liz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乡街呢 是非常的长啊 然后一头呢 连着西河广场 那么在坊间碑的旁边呢 有一个摩天轮 然后另外一头呢 连接着中间的凯旋门 OK 好 那有一首歌呢 就是跟乡街有关系的 就叫做 shanze lize 是在法国呢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好 它是这样说的 叫做 shanze li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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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 la pluie a midi 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shanze lize Voilà 它是说在乡街啊 乡街啊 无论情语 也不管正午还是午夜 在乡街上 有着所有 你想要的东西 OK 好 这首歌呢 是这样唱的 shanze lize shanze lize sou la pluie a midi 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shanze lize Voilà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 je me balédai sur l'avenue le terre ouvert à l'inconnu j'avais envie de dire bonjour je vive la guitar deux amoureux au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es vies ou à mes nuits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 Champs-Élysées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 Champs-Élysées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 Champs-Élysées